《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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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会停留在某一个不知名的空间里面 不是我生命中熟悉的空间 可是也是很好玩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知道那什么样的场景 《中文字幕》 还要去殡仪馆、火葬场 去那些比较 幸运人 对 我觉得毕竟每个人都会经过 都会来过这些地方 然后家里面都会面对亲人离去 这些经验、人生经验 如果说真正核心的话 可能是从那边开始 就是跟理医师们的闲聊开始 他们工作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家属现实状况的一些荒谬 台湾很少这样的东西 因为死亡这个议题 可能在台湾一般来说 会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那其实死有它的意义 然后有时候其实不用那么害怕的 这位演员我自己拍 我觉得有很强的黑色幽默在里面 但是又很 很有恐怖品的元素 看似在做一些欢乐的事情 但是其实却是相当悲哀的一个环境吧 我觉得喜剧是非常非常难达到的一个境界 就看到演员状态 对发现 其实他们都还蛮惹趣的 就是超乎我的想象 非常非常多 然后直到我们拍戏 排完之后 直接来的那一刻就直接哭了 就是看到张杰就有点像看到 未来的我 可能这个影集它并不是整个过程都是很写实的 所以它有一些非写实跟写实混杂在一起 所以可能我在一集里面会出现两个我 角色的个性跟背景也完全不同 很没有办法转过来想说是黄西写的吗 之前跟他拍的电影跟这个是完全就是 哇好很不一样 嘿 我希望它可以带给你一些不同面向的思考 不要抱着遗憾 所以好好爱你整边人 好好爱你所爱的人 当他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自然的 就会有一种的情绪会出现 有点难过 因为等于在这个时候 你会好像在很快速的经历一个 你所有的过去的一切一切 某些时刻你会有 突然间有一种自己也经历过 或者是你有相同的感受 可能会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它很光妙 而是你仔细想想的时候 的确也就是如此 一个充满了人性和惊喜的故事 我一定会喜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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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